大家好 今天我们利用平菇 为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吃的做法 不炒不炸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 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孩子 年老体弱的 一定要常吃蘑菇 常吃平菇身体好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吧 一圈三连就够关注 首先我们把买回来的平菇 给它分成小块 这样能便于更好的肉味 大的给它分成块 小的就给它保证原来的大小 分成块之后 我们给它加入10点的清水 给它淘洗两遍 淘洗的时候一定手要轻 不要给它淘碎了 简单的给它淘洗两遍就可以了 洗好之后 我们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我们准备少许的香葱 切出葱花 装入盘中备用 少许的大蒜子我们给它拍松 然后给它剁成蒜蓉 好蒜蓉剁好之后 我们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给它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给它露个底味 再给它加入少许的鸡精 有条件的话再来一点啤酒 这样能提鲜 最后把我们修好的苹菇给它放进来 焯一下水 好烧开之后我们关火 然后捞出绿水 记着这个苹菇焯水的时候 千万不要焯得太烂 焯好的苹菇 我们再给它出一下水 然后给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把我们提前剁好的蒜蓉给它放进来 再给它放入少许的辣椒粉 再把我们烧热的热油给它淋在上面 然后我们调一下味 加入三克的味精 两克的食用盐 一克的白糖 再给它加入少许的一瓶鲜酱油 最后给它加入辣椒油 少许多一点 再给它淋一点小木油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焯拌均匀 拌匀之后再给它撒入少许的葱花 给它点缀一下 哇非常的漂亮 各位老姐看一下 色色红亮 然后我们给它装入盘中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装盘完成 最后把汁水给它浇在上面 哇 这样小味蹭一下就上来了 颜色非常的漂亮 味道非常的美味 稍微了解看一下 评估你们这样吃过吗 这样做出来的评估真是太香了 香辣开胃 好吃又下饭 既有营养又美味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 用来招待客人或者做下酒菜 都是非常不错的 绝对让你吃一次就忘不了 不一 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发质的小手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